画面中沥青原物料掉满地几乎盖满整个车道 延伸将近200公尺 这是位在东山乡东山路二段100号上的台九线 东山乡民代表林松跟今天早上10点半开车经过的时候发现 立即报警处理 并且通报主管单位四驱工程处 为了维护交通安全四驱工程处 请厂商出动产装车清扫现场 一下子就把掉满地的沥青处理干净 小弟去这个厢工厂跟代表人来创工 要回到家的路途上 在我们东山乡东山路二段100号的头领车 去发角度 不知道当时台A4畅的这个物料车 买鱼肉和很多物料 在我们的台九山路顿管 在这个东山路二段100号 一直延到我们的东山丘的顿管 就是我们的生态力座的对面 这长度也蛮长的 就在现场看到 马上来通知到我们东山分子座 派建院来做好这个三角座的庭放 已经有通知到我们四驱工程处 来创工程处来做好这个清帝的这个感受 在这里也要借这个机会来合作到 我们的相关的企业 公司来做好原物料 运送的这个交通安全 以为我们乡今时代的这个行为安全 警方获报后立即调阅沿路监视器追查 发现是一台沙石车行经这个路段 历青蜃漏 由于地面上的历青严重影响到用路人安全 沙石车驾驶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0条将会除以3000元到18000元的罚还 警方已经通知车主到派出所说明 也会开出罚单 警方提醒驾驶人车辆上路前要先巡视车况 以及所在物品 以免渗漏或是掉落不仅会受罚还可能危害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